来自于国会的最新消息 这是立法院八个常设委员会 在今天举办了本会期的 招委选举名单出炉 经过投票跟抽签呢 国民党取得了七席 民进党拿下八席 民众党部分也有一席 在内政委员会的招委部分呢 分别是林思敏 庄瑞雄 财政委员会的招委是 曾明宗以及郭国文 司法委员会的招委是 叶玉兰 黄世杰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招委 是廖宛如以及赵天林 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招委 是林一华 还有张廖万坚 交通委员会的招委是 邱成远 陈素月 经济委员会的招委是 孔文吉 陈亭飞 魏环委员会的招委是 陈玉珍 陈寅 而身为关键少数的民众党 这一回跟民进党合作 在交通跟经济委员会 达成合作协议 也因此民众党取得了 交委一席的招委 这是国会的最新的现场 而讲到了一个现场 来看到的是 这是八月来讲 对民进党来讲 有很多的公投案正在举行 八月会不会让他们 觉得头很痛呢 把时间交给李佩萱 好 这个小时的国家议堂 我们请到我们是 省令女超人 许淑华委员 陪我们一起聊聊天了 但是我们要聊什么 我们都看到现在 包含了国民党的公投案 包含了像是 目前大家讨论的 珍爱藻礁公投案 在今年的八月二十八号 应该看起来都是 非常非常乐观 一定要来投票了 但是我们再问问看 公投之后呢 因为其实在二零一八年 大家也都还记得 是绑大选那次公投高 闹哄哄的 但是十案里面通过了七案 但七案现在看起来 有一些案子 根本就没有改变些什么 或是门槛时间一到 马上又要搬回来了吗 委员 对 因为就像我们国民党 我们自己主导的两个公投案 也是明天会正式 送到我们的中选会 所以刚刚就如佩萱所说的 这三个案子 包括我们的珍爱藻礁 这个也是应该是 很确定可以在 这个八月份的时候 可以一起来公投 不过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问题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我们可以谈到就是说 这个日本的核实 在我们两年多前 我们正式的通过 禁止日本的核实进口 现在两年的期限一到 我们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又正式的蠢蠢欲动 这个他们引用的这个法条 就是以公投法第三十条当中 就是一个政策公投法通过之后 他在两年内 不能够有重大的一个变更 或者是改变他的原则 基本上当时在立法的时候 当初是说这个如果我们一个公投案 通过之后 就是要按照这样去执行 那么现在他主要的主軸 就是说如果政府两年之后 你想要变更的话 你必须要再透过正式的一次的公投 或者是正式的修法 你才能够去改变他 那么现在民进党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来解释说 两年之后他就自动失效了 我觉得用这样的解释 去拘据他现在的法令 我觉得那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刚刚提到2018年的公投 我们总共花了45亿 也就是这个李靖有评估过 每一个公投案要花1.8亿 你不可能你每两年的一次的公投案 就是这样子就失效之后 你还要在民众再从头来过 因为每一个公投案 他必须要花入大量的时间跟金钱 不管是政党提出 或者是由民间公民团体自己提出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现在用这个法条来说 其实这就是两年之后自动生效了 所以我们日本核实就有可能 就再次的扣关 我觉得用这样子的解释 是非常恶劣的 所以我觉得回归到最佳 一开始的本质 就是说我们有发现 这次的公投案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因为政府现在对于 民众对政府的施政越来越不满意 所以很多的重大的政策 民众开始觉得 这是跟民众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是倒行逆施的 所以政府现在没办法倾听民意 才会逼得公民团体 逼得其他的政党 大家用公投的方式来否决你 在现在执行的一些的政策 所以我想现在即将 我们在八月份的这个公投 即将要上路了 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府 他真正的能够体恤到民意 但我觉得不能够从这个曲解 公投法第三十条来当中来解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真正如果民进党 想要再让核实在进口 那可以透过立法院再次的修法 就看他敢不敢提出来 但是你不能够用说 他已经自动生效了 如果何时要来就这么顺其自然 这是一种曲解法令的看法 果然的意思其实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今天会有这么多公投 之前罢免也是 公投也是会这样风火连天 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当你政府已经不倾听民意 我们只好走最传统最原始的方法 来表达我们的抗议 再来就是在立法院 他们也强势碾压 那这边我们完全无法去做抵挡 那一样只能用call在外面推公投 其实推公投是最痛苦的一个方式 你必须一一去让大家去联署 很多议题如果在受到网军的操纵之后 可能又被掩盖 或是被带风向出去了 所以联署是大家最不想走 而且是最辛苦的一条路 不过之前还记得2018当时的院长 是赖清德 赖清德当时都说他很尊重公投的结果 这一次我们的苏院长同时也讲一样的话 但能不能尊重呢 现在看起来刚刚讲到何时也有可能会扣官 这个不尊重下去 您认为在接下来的选家2022 2024 一个不诚信的政府 有没有可能才会导致自己失血过度 当然 因为我觉得现在人民 就是用他现在仅有的 我在大选的时候我支持你 可是透过很多的政策上面的 这些的这个做法 很多的民众他现在用 不管跟你政府用陈情的部分 或者是用哪一种的方式 你也都不愿意去倾听 那么最后民众只能够用公投 就是您刚刚讲到 他是最麻烦的 而且最耗时的要每一个人去联手 而且被剔除的机率又非常的高 用技术性的其实在杯葛 那么如果民进党连最后的 在今年的我们的公投 或者是说未来还有可能的 这个每两年一次的公投 每一个案件他们都不去顺手的话 或者是说尽量的从这个公投上面 去找这个漏洞或找这些的说辞 然后去为自己来解套的话 我觉得民众现在慢慢都看得 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自己的威信也好 或者是他们自己在接下来的选举 不管是2022年或者是2024年 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民众现在很多是不说话 但是他们看着民进党 这几年来的执政 尤其是在连任之后 更加的猥琐欲为 很多人我觉得是愤怒在心里 但是现在面对于庞大的政府 这种会查水表的这种态度 很多人是选择不说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 都会在真正的选票上面 包括公投案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对民进党的不信任 所以我们要麻烦我们的委员 继续在立法院 继续在我们的全台帮忙监督政府 感谢委员保卫时间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公投究竟能不能跟就有效力 还是两年或更久的门槛一到之后 马上又可以扳回原状了呢 但请注意了 刚刚委员讲到一个重点 现在有很多很多大部分的选民 他是中间选民 他没有蓝绿 他平常可能也没有声音 但他用心慢慢在感受 只有一个重点 不要双标 请政府拿出过去你的坚持来 继续捍卫你当时的核心价值 这样子才不会导致 无论是罢免烽火连天 或者是公投烽火连天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员 启祥 有点赞 订阅 启祥 有点赞 订阅 启祥 有点赞 订阅 启祥 我们下期见